接下來我們要開始來撰寫 所以剛剛第一個 請注意 Visual Basic 打開 然後再插入一個模組 當然你不改名稱也沒關係 直接打開 接下來如果你要寫一個 可以輸出公式到儲存格 首先我們先演示一下 第一個儲存格 也就是我今天希望把某個公式丟到這裡來的話 當然如果你要做這件事情 你需要先寫個SUB 那SUB名稱的話 當然你先打SUB開頭 反正 VBA的開頭就是SUB 然後名稱的話也許就是 那我用中文的啦 那你如果想你習慣打英文名稱也OK 那我就給他一個名稱叫 手機 然後 底線公式 Underline公式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手機 中間這一槓有沒有 記得喔 你不要用空白 你也不要用減號 反正你只能用哪一個 只能用underline 或者甚至你不要減 你說老師我不要也可以啦 你就手機公式也可以啦 那只是因為我個人習慣 反正我只要第一個類別跟第二個類別 中間的話呢 我習慣會加一個符號 那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符號的部分的話 目前來看呢 只有 這個 底線是最安全的 所以以後如果你 一定要在某個名稱裡面加一個符號的話 那我想沒有別的選擇 你不要用別的 比如像剛剛講的空白不要加 減號不要加 什麼加號啦 什麼那些符號都不要加 因為那些符號都有的時候是有別的用途 你不能隨便用 那底線的話好像比較安全 OK好 所以我們給他一個名稱 叫做 Sub 控義格 然後手機底線功用 Enter就可以了 你後面不用打 那你會發現Enter之後的話呢 他會蠻貼心的 會自動幫你產生後面的東西 什麼東西呢 小瓜糊跟EnterSub 但你說老師我要自己打虧 當然也可以啦 只是我覺得他自己會產生你就比較便利一點 OK好 這樣已經有頭有尾了 接下來如果說我要把某個公式輸入到 這個儲存格 哪個公式呢 假設就是類似像前面這個練習 這個公式 我希望把這個公式 直接就幫我把它輸出到這個儲存格 所以如果你要把 這個資料 公式放在儲存格裡面的話 請你把程式寫在Sub跟EnterSub中間 那我的習慣 是在這個 開始寫程式的時候 先按個TAB鍵 TAB 就有點像縮排啦 因為這樣來寫程式大部分 還是要有階層的概念 按個TAB 應該在你們鍵盤 左邊的第三個吧 TAB鍵 那就表示縮排 那你要跟他講說 我要輸出到這個儲存格 所以將來可能要再寄 寄一個 VBA裡面很重要的一個 它其實是屬性啦 可是你把它當物件也可以 物件名稱叫儲存格 儲存格的話呢 就叫Sale Sale的話呢 有沒有發現上禮拜 劇集有一個ActiveSale 那個 那個指的就是 目前的儲存格 如果你整個儲存格叫Sale加S 意思就是說 整個工作表裡面的所有儲存格 這哪一個 刮鬍 Sale指的是哪一個啊 你後面他會問你幾個訊息 Rowindex 哪一列啊 我要的是第二列 所以你就輸入2 有沒有 這個格子 我要輸出到這裡 那逗點 第二個參數的話呢 他會問你說 Covering的哪一籃啊 哪一籃 那當然有幾個 理論上是給數字啦 所以1 理論上是第5籃 你可以輸入5 不過如果你輸入5有時候 比較麻煩一點 是你要用 跳掉了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呢 我告訴他這個儲存格的位置 就是Sales第5列 第2列的第5籃 那可是第5籃喔 有時候你習慣 藍都會看那個 這個什麼 A到 這個1嘛 對不對 就是文字 所以如果你要改另外一個方式 你也可以把它 輸入1 1的話 不過1是個文字 那你必須前後再加雙引號 差別在這裡 你可以輸入5 也可以用1 但是我個人習慣用1啦 因為這樣比較直覺 那輸入什麼東西呢 那等於有沒有 你就加一個雙引號就可以了 等於 那如果你沒有輸入任何東西 它就空的 那這個空的話是表示清楚啦 可是我要輸入一點東西進去 那怎麼輸入 你隨便打0911好了 如果你打這樣 執行的話上面 這邊有一個 就是 類似像那個 播放音樂那個play 有沒有 游標放這邊 你按一下上面這個 它就會執行 那看一下結果0911會不會被丟到這裡面來 執行你會發現 結果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發現 0911就就過來了 但因為它都是數字 所以零被去掉 這邊你加個減號 減號就不是數字 有沒有 0911- 可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並不是要輸入 一串 我是希望 把我們 之前打的公式 在哪裡 在 那你我切回到這邊 我希望把這一串公式 有沒有 直接呢 就拿到哪裡呢 拿到剛剛的公式輸出 那怎麼做 跟各位講 當然第一個你把它複製 第二個的話 記得取消 因為如果不取消 你沒辦法切到 VBA 取消 好 那 請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把這一串公式 要貼到這邊來 貼到哪邊 貼到這個零號裡面兩個的話呢 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貼上的話 它會出現問題 問題 為什麼會出現問題呢 跟各位講一下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貼的公式裡面呢 也有雙引號 那VBA已經拿雙引號來當成文字的開頭跟結尾 那你又用 所以它會混淆 也就搞不清楚說到底你是公式裡面的雙引號呢 還是VBA裡面用的雙引號 那怎麼解決呢 跟各位講這邊有個規則 可能要記一下 如果你要貼這個公式 到這邊來的時候 如果它本身有雙引號的話 那你必須先把一個雙引號 變成兩個雙引號 再貼過來 這樣就OK了 或者說你貼完之後啦 當然你可以 可以直接在這邊加 假如你貼的那個部分 有雙引號你就要自己一個慢慢加 但是 因為這邊的雙引號太多了 有時候啦像這麼多雙引號我習慣 用另外一招 我把它控制一下 我習慣把 這個公式 複製之後 因為我要把一個雙引號變兩個的話 那我的習慣會用一個很簡單的工具 就是記事本 把它先貼到記事本 再利用記事本裡面有一個簡單的功能 叫做取代 有沒有 把它貼上 貼到這邊 然後編輯裡面不是一個取代 OK 然後取代的話 因為我需要是把一個雙引號 變成兩個雙引號 然後按下取代 它一個就變兩個了 那你這個時候你就不用擔心 你會漏掉 哪一個雙引號 沒改 你就不會發生了 然後呢 再把這一串公式 把它複製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那個 Visual Basic 在這個雙引號裡面 把它貼上 這樣它就 一開的話 你會發現 它就沒有錯了 OK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 理論應該就會 完成了 第一個步驟 那接下來一樣 我們把它run一下 怎麼run 切到剛剛這個工作表 然後呢 再切到這個程式的地方 一樣把它執行看看 把它run一下 看會成功 OK 有沒有發現 最後呢 一run之後 有沒有 執行這個 這個有沒有 它就會把這一串公式 幫你把它丟到這裡面來 然後呢 因為它會發現說 原來你是一串公式 因為前面有等號 然後它就會幫你把它 執行的結果 讓你看到 那你說老師 那可是這邊不是兩個雙引號嗎 為什麼到這邊變一個 就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這個它是一個規則 也就以後它看到兩個雙引號 這個是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以式區隔 這個如果在別的 在Python 或者是Java 其實都差不多 叫拖曳資源 因為 雙引號這個資源已經被程式用掉了 所以它為了避免 這個資源重複被使用 它就想了一個辦法 乾脆我就 在前面加一個有點類似 辨識 的一個 一個 變成 反正過一個規則 兩個就變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方式 好 大概就記得就OK了 但問題來了 那如果我要清除的話 清除其實很簡單 你就把上面這個公式 上面Syv和Andersyv 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它正下方就可以了 那其實程式可以不用重新再改 你就直接把名稱改成清除 如果你要做一個清除非常簡單 就是直接把公式貼過 然後呢 Sub名稱 直接改就好了 那怎麼清很簡單 等號後面 請你把等號後面改成兩個雙引號 兩個雙引號 在這裡其實就等於是把 儲存格裡面的資料清空的意思 這個叫空置串 不過實際上運作就是清除 所以你們要不要執行一下 OK 其實這個清除比較簡單 按一下 這個就不見了 這個是執行 這是清除 OK 但問題來了 你做完了 好像可以WALK了 但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我的需求是什麼 我希望呢 除了輸出一個之外 我可以一直往下 應該底下到101吧 OK 那到101那怎麼辦 那你說老師 第二個 第二個怎麼做呢 當然 我這邊 先示範一個 比較不正確的 比較不正確是這樣啦 你想說 老師我知道 因為呢 這一串是指的某個儲存格 那如果我要輸出的東西 是下一個儲存格的話 那很簡單 就把上面這一行 貼下來之後 因為它只是列不一樣 所以我把這邊把它改成第三列 那不就E3了嗎 如果我現在執行會怎麼樣 有沒有要多出一個了 那你說老師 下一個公式不對啊 為什麼 因為你後面這個沒改 你說 那我知道 我把這邊改成1 F2改成 F3 那其他都改3嗎 這 這一個改 兩個 三個 四個嘛 然後你再弄一下 有嗎 09 0928 沒錯 然後 0928 028 040 也對耶 有沒有 那你說老師 在第四個怎麼做 再一次 然後再複製 再貼到底下 然後四 然後在第五個 再貼 裡面有100 那不是100個 貼100次嗎 顯然不正確 所以接下來待會我們還要再學習一個東西 也是 這個 電腦的 專長 執行重複的事情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需要再學習所謂的回圈 那這個回圈只要告訴他說呢 我 會變動的實際上就是一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的範圍剛好就是 2 到 101 底下應該到101 所以呢請你幫我產生 2到101 的 這個一個數字出來 然後呢 讓我可以快速的完成 這一個範圍 要輸出的結果 那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完成第1階段 然後 我們 剛剛就是實際上 就是先做一個公式嘛 然後再把這個公式 負字貼到底下 只有改這個地方 跟改這個名稱 然後 再試試看 其實這個後面 這一行 實際上只是掩飾啦 當然不是叫你每次都要在一個兩個三個慢慢輸 太浪費時間了 如果你是一個很大的範圍喔 那接下來喔 我要教各位 再加一個所謂的回圈 那 這個事情 就解決了 只是說回圈要怎麼做喔 待會再看 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到這裡喔 寫 兩支城市啦 》